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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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 乙乙聊心室 陪你聊心室 字幕 李宗盛 今天為什麼這邊空空無夜 我們不是要接受牌坑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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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來一點不一樣的 為什麼喜歡藏鮮 什麼東西 就知道你喜歡藏鮮 很多人提到心靈療癒啊 都會想到 催眠 這個好 我有興趣 你知道什麼是催眠嗎 我在還沒有認識你之前 我覺得催眠就是 我們影片裡面會看到 有人拿那個像零板 然後你就盯著它看看看 然後就啪 然後就睡著 然後就會考問你 你剛剛卡密碼是多少 對 密碼 人是不是你殺的啊 我家的女兒在哪裡 類似這種話 其實有很多人 都跟你有一樣的相關 所以呢 我們這一集就要很認真地 來告訴大家什麼是催眠 太棒了 Let's go 簡單來說催眠就是 從意識到潛意識 那意識是什麼呢 例如你喜歡什麼顏色 黃色 你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吃我媽的鳳梨苦瓜雞 庫邊媽媽做的鳳梨苦瓜雞 太好吃了 下次有機會再給大家吃吃看 你拿來這裡拿去 拍一下吃播 吃給大家看 我可以當下馬上反映出來的就是意識 對 那潛意識呢 是我們內在深層的想法 例如我們的慾望啊 想法直覺這些 是你可能當事人 自己都也許不知道的事情 對 你當下可能沒辦法第一個反映出來 但是它是存在你的想法當中 我們真的會像電影裡面看到那一樣 被催眠的時候會完全睡著 甚至會被催眠師操控去做什麼事情 會喔 但是那是舞台戲劇效果 喔 所以它必須要用比較誇張的方式來表演給大家看 那真正如果在催眠療癒當中 其實是不會有這種狀況出現 而且整個催眠療癒當中 當事人都是清楚的 你很清楚知道你在做什麼事 那催眠師的角色就是用聲音陪伴個案 一起去探索你的潛意識 你不是跟我工作 你現在跟我裡面的那個潛意識工作 就像跟你的內在小孩啊 跟你的潛意識工作 雨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簡單的催眠測試 幫助我們的觀眾 可以更快速的了解催眠到底是什麼 當然沒問題 Let's go Grace 接下來我要讓你感受催眠神奇的力量 你只是靠我的聽 你就可以感受到它不同的地方 好 現在讓我們做三個深呼吸 來 慢慢的吸氣 好 慢慢的吐氣 很好 來 再吸 慢慢的吐 很好 最後一次來吸 再慢慢的吐氣 非常好 讓你的心情慢慢的穩定下來 接下來我邀請你把你的雙手舉起來 把你的右手比一個讚 然後左手幫我攤平 兩邊的高度幫我調整到 你覺得它們兩個是一樣高 有喔 好 如果好了幫我輕輕的閉上眼睛 好 現在呢 我在你舉讚的這個拇指上面 綁上了一顆輕氣球 你會發現你的拇指會隨著輕氣球慢慢的往上 慢慢的往上 我再綁上五顆的輕氣球 你會發現你的拇指被這五顆的輕氣球慢慢的往上升 慢慢的往上升 最後我再綁上十顆的輕氣球 你的拇指被輕氣球的力量慢慢的帶向天空的方向 接著我在你的左手手心放上了一本兩公斤的百顆拳樹 你的手慢慢的被它壓往地心的方向 慢慢的往下沉 我再放上五本的百顆拳樹 你的手被它壓得慢慢的往下沉 慢慢的往下沉 你的手非常的酸 非常的重 你的手開始慢慢的有酸痛的感覺 好 現在你幫我慢慢的睜開眼睛 看兩邊的高度差很多 對 透過語言就可以讓我們的潛意識感受到那一種力量 這就是催眠神奇的地方 好 Grace 接下來我們要來做一個是靈擺的測試 來 這個是靈擺 然後這是靈擺的測試值 你可以幫我把靈擺拿起來 然後針中心對準它的中心 手肘記得要離開桌面 好 對準之後請聽著我的指令 好 眼睛看著 AC 心裡想著 AC 靈擺會隨著 AC 搖動 眼睛看著 AC 心裡想著 AC 靈擺會隨著 AC 搖動 好 眼睛看著 BD 好 眼睛看著 BD 心裡想著 BD 眼睛看著 BD 心裡想著 BD 靈擺會隨著 BD 靈擺會隨著 BD 靈擺會隨著 BD 搖動 眼睛看著 ADC B 心裡想著 ADC B 心裡想著 ADC B 靈擺會隨著 ADC B 搖動 眼睛看著 ADC B 眼睛看著 ADC B 心裡想著 ADC B 哇 我剛剛看完妳示範 真的覺得很神奇 其實這些是比較基本的催眠手法 那我們的催眠都會按照個案的需求 來做量身訂做 每一個人其實都不一樣 而且他所要探討的議題也會不同 所以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 每一個催眠的療癒也都是獨一無二 既然我了解什麼是催眠的 但是為什麼需要催眠 然後催眠可以幫助我們什麼 簡單來說我們可以分成 過去 現在 未來 那過去呢可以去探索 像遺失的東西 例如說我鑰匙不見了 那我們可以回溯到那個時候 還有有一些人喜歡玩那個前世今生 可能你過去幾世影響到你現在 如果我有過世的親人或是 我在那一段時間沒有完成的事情 他也可以幫我做到嗎 沒錯 如果說忘了跟他道別 或者是剛好時間的關係 沒辦法做到跟他見面 可以透過催眠來幫助我們做一些未經事業 現在的部分呢 現在啊 例如說我常接到的個案是 像戒菸 碩身 這個滿多人需要的 或者是想要放鬆 有些人可能工作壓力太大 然後沒辦法放鬆自己 那催眠的這個 可能40分鐘到90分鐘 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高度的放鬆 那是不是可以幫助我們更了解自己的想法 沒錯可以 未來的部分呢 未來的部分呢 例如說我今天想要去面試 然後我想要表現出什麼樣子 你可能自己心裡有一個雛形出現 那你可以藉由催眠的療癒這個過程當中 讓你成為你想要的那個樣子 或者是你有什麼樣的夢想 它可以幫助你往這個夢想的路上去前進 對 幫助我們更有力量 那宇宇你之前拿到美國NGH催眠室的執照 你中間做了多少努力 我們的訓練機構跟業界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首先這個門檻就要先經過50個個案 這樣的用意呢 就是讓我們可以更精熟 每一個不同類型的個案 然後你可以在這50個當中 其實是有一點要磨到 而且這50個個案我們是沒有收費的 接下來呢 我們每個月都有一到兩場的一個催眠獨導 讓老師可以告訴我們 可能哪邊做得不錯 哪邊可能沒有去注意到可以再修正的 個案是把它自己交付給你 所以我們要很慎重 用很認真的態度去面對個案去陪伴它 因為你的這個行為很有可能去影響到它的生命 沒錯 人本來就是非常複雜的生物 不可能說學完就沒了 對 不是說你只要 十年前學完然後適用到現在十年後 所以一定要慎選催眠師 而且要是有在不斷精進的 對 這很重要 我們可以告訴你催眠的解釋是什麼 對 它的原理是什麼 可是每個人做完催眠它的感受都不一樣 沒錯 可以自己來體驗看看吧 好的 今天的催眠就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好奇歡迎在底下留言 如果是喜歡水晶的朋友們 別忘了每週六晚上八點 魚魚在水晶能量場 等你來線上約會 喔 好甜蜜喔 記得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是奶奶療癒師 魚魚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